我们开始我们现在这个topic吧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CocoAS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它也是CNCF生态系统中的首个 关于机密计算远程证明的一个解决方案 今天这次 今天这次分享的话将由我和来自ArmChina的Dev共同完成 我本人的话是来自阿里巴巴Cloud 同时也是CNCF机密容器项目的活跃贡献者 OK 让我们开始这个topic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topic的背景 也就是所谓的机密计算技术 这项技术的话是近年来兴起的比较热门的一项安全技术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可信执行环境来保护执行中 也就是运行时的代码和数据 机密计算技术的话是借助硬件来提供的可信执行环境 我们简称TE来实现加载和运行时的一个内存加密 内存强制的访问隔离和CPU的一个状态保护 以及认证的功能 通过这些安全属性来保护运行时的代码和数据的机密性和一个完整性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主流的芯片厂商都在自己的最新的生产产品中 提供了一个机密计算技术的支持 下面这四张图就是现在最新的四种机密计算的 sorry 机密计算的一个硬件支持 他们分别是来自现在最主流的三家硬件芯片厂商 分别是英特尔芯片支持的TDX和SGX AMD支持的SEV SMP技术 以及ARM支持的CCA技术 关于ARM CCA技术的话 我们后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来做我们CocoAS的一个实际的最佳实践 前面提到机密计算技术它通过硬件实现的内存隔离和内存加密 来提供一个安全保护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 如何使提供底层安全能力的核心机制 能够被应用程序的所有者感知和验证 换句话说 如何向使用者证明 可信执行环境所提供的这些安全属性是符合预期的 以及可信执行环境它本身是真实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需要引入Attensation技术 现在业界的话 有一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标准架构 也就是所谓的RATS Rights架构 这套标准给出了Attensation过程中 各个实体之间的一个抽象协议 一个抽象的定义 它提供了一个对Attensation体系结构 声明内容和协议的一个中立的模型 右边这张图的话 就是RATS的一个基本的抽象定义 它将Attensation过程分为了 Attestor、Wilify、Reliant Party 这三个主要的实体 同时也有一些周边的一些组件 来对Attensation体系提供一些支持 那么要在机密计算中实现这套架构 我们首先就需要硬件和软件的协同配合 前面也提到 现在主流的硬件厂商都提供了 机密计算的支持 同时他们也提供了Attensation的硬件配套 也就是软件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我们真正的软件层面上 并没有一个中立统一的实现 来作为机密计算Attensation的解决方案 而我们今天的主题 CocoAS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们正式介绍今天的topic CocoAS之前 首先要介绍一下CocoAS方案的一个项目的所在地 也就是CNCF的机密容器项目 我们简称Coco 这个项目成立于2021年 现在是CNCF的一个沙盒项目 机密容器项目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利用可信执行环境来保护容器和数据 从而实现一个原原生的机密计算 现在这个项目的社区贡献是非常活跃的 当前最新的发布版本是0.8.0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我们Confidential Containers这个项目 机密容器这个项目 它的主要的技术特点 可以从下面这张图上看出来 首先它最主要的特点是 Cubernetors体系中的POD 运行在TE中受到机密性的保护 为了支持这一点 项目中实现了特制的Cata Runtime 和机密虚拟机的管理组件 以及Guest Kernel 另外机密容器这个项目 它要求静向在生命周期中 受到加密和签名的保护 并且静向的解密和管理 要在POD内部进行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特性是 我们为机密容器构建了Attensation体系 用于向使用者证明POD的一个安全属性 从而实现向POD内部 进行一个机密数据的注入 例如像镜像的解密密钥 或者一些安全策略等等 这就是我们CocoAS 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来源 虽然说CocoAS这个项目 它在立项之初 是为了解决机密容器 这个项目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 它完全具备超脱出机密容器项目 应用在更广泛的 云原生机密计算场景的一个能力 因此我们现在会将CocoAS 视作一个独立的远程证明 软件解决方案来进行看待 这个体系它的一个定位 是去支持多平台TE的一个 统一的远程证明软件解决方案 它能够以通用的一个架构 去兼容前面提到的四种主流的 最新的硬件TE平台类型 在实现上 我们将这个体系 分为了三个组件项目 分别是Attensation Agent K Broker Service 和Attensation Service 当前我们Attensation Agent 也就是简称AA 它的定位 是Attensation系统的Client端 运行在TE内部 负责提供获得TE证据 和从远端的Attensation Service 获得一个认证令牌的功能 而K Broker Service 我们简称KBS 则是Attensation系统的 一个前端的服务 运行在云下的租户测 或者说是云上为租户单独提供的一个隔离环境中 负责为去提供一个基本的HTTPS 实现的Restful API 同时也会集成身份认证模块 和资源存储模块 执行一些功能相关的服务逻辑 而Attensation Service 我们简称AS 则是负责实际验证证据 并签发认证令牌的后端服务 也是Attensation体系的最为核心的一个功能组件 它负责实际去验证TE证据 并且签发Attensation Result Token 这张图的话是CocoAS服务的一个内部架构实现 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出 从架构上我们将核心组件去分为 前端服务和后端服务两个部分 对应到两个模块化的组件上 我们分别叫做KBroker Service和Attensation Service 这张图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KBroker Service作为一个前端的服务 它会提供一个公开的HTTPS的Restful API 在需要对TE执行一个远程证明的验证的时候 TE的内部的Client会向这个Restful的API 去发起一个请求 通过一个我们定义的四部的 JSON payload交互协议来传递TE的Attensation证据 然后我们KBS中的Attensation Proxy模块 会将证据转发到后端的Attensation Service 进行一个验证 而后端的Attensation Service 则会集成特定于硬件平台的驱动插件 从而识别和解析来自不同硬件厂商的 不同的TE证据的格式内容 在解析完成之后 它会从硬件厂商的背书 一些服务中获得基本的 验证证据签名的一些材料 在完成这些特定于硬件平台厂商的验证之后 我们的这个TE Verify插件 这模块会将证据解析为统一可读的JSON字符串的数据流格式 交给我们Attensation Service内部集成的一个OPA策略引擎 进行一个细利度的比对验证 而用户的话可以通过访问KBS前端的一个Rest4 API 来对这里的验证策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设置 在设置的时候 我们KBS的服务会去验证用户的身份 以确保只有服务的owner才能对策略进行一个修改 Attensation Service后端在完全上述的验证之后 会将证据和一些评估报告和解析后的证据内容 打包为一个JWT格式的令牌 并且由前端的KBS返回给TE 这个令牌就表征了整个CocoAS体系 对于TE可信度的一个认证结果 在获得令牌之后 TE内部集成的Client 可以向我们CocoAS的服务端请求资源数据 而用户也可以通过访问Rest4 API 向KBS中集成的资源存储模块上传资源数据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对用户的身份进行一些认证 当前CocoAS的话 它支持两种部署模式 我们分别叫做背景调查模式和护照模式 之所以取这两个名字是因为Rest模型的架构 它提供了这两个模型的一个标准的定义 因此我们这里也就化用了这两个背景调查和护照这两种模式 首先介绍一下第一种模式 这一张图的话是基本的背景调查模式下的 Attensation系统的一个架构 右边是运行在TEGuest中的KBS Client 它可以被集成在Attensation Agent这个组件中 也可以被集成在用户自己的一个应用程序中 KBS Client中集成了Attensation Driver这个模块 会用于收集特定于硬件平台的TE证据 左边则是运行在租户测或者说云提供商提供的一个隔离环境中的KBS和AS服务组件 首先在背景调查模式下 我们KBS内部同时会集成Attensation Proxy模块 和与Resource相关的模块 比如说像TokenVerifier和一些策略引擎 以及存储模块 它会与左边的AS进行一个交互来验证TE的证据 而最左边的AS完成了验证之后 会向KBS返回一个经过签名的Attensation令牌 这张图中我们用序号标出了一个交互流程 首先第一步是Client向KBS的HTTPS Server 发起一个认证请求 并且在接收到挑战值之后 会向KBS提供一个TE的证据 而KBS则会通过Attensation Proxy模块 将证据转发给它后端的AS 进行一个细利度的验证 AS中集成的Verifier驱动插件 会对特定于硬件平台的证据签名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将证据解析为JSON自负串的结构 然后由策略引擎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之后 生成一个Token 并且将返回给KBS 可以看到第六步中 KBS会将Token直接返回给Client 而Client会携带这个Token 再次向同一KBS发起资源获取请求 这也是背景调查模型这个名字的来源 资源的提供者和证据的验证者是同一个KBS 就好像这个KBS对TE做了一次背景调查一样 KBS在接收到这个代表了CocoAS对TE认证结果的令牌之后 会验证令牌中的签名 并且将令牌的payload交给策略引擎 以进行访问权限的确认 并最终向Client返回一个秘密资源数据 这种部署模式的特点在于比较紧凑 Attensation过程与资源获取过程由同一个Client端完成 它是对上层应用是透明的 这张图的话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种模式下的架构 根据RATS标准我们叫做护照模型架构 在这种架构模式下 需要找到一个租户信任的第三方实体 为租户部署Attensation Service来验证TE证据 并且在通过之后向TE中的Client返回令牌 而租户自己的KBS则仅仅需要负责验证令牌 和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这种架构模式相比于上一种背景调查模式来说 它大幅度减轻了KBS租户对于TE的信任成本 和KBS的一个部署成本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可信实体依然需要KBS 但是这里的KBS 它其实仅仅只是一个代理AS验证后端的 一个HTCP server的外壳 它不再会去集成Token的验证和资源策略引擎这些模块 也不再会去提供资源数据的API 我们在实现中将这样的KBS叫做essual KBS 左边租户部署的KBS 则通过验证令牌来确认TE的真实性 并在验证令牌通过之后 向TE中注入机密数据的资源 我们在实现中将这样的KBS称作是resource KBS TE中的client1首先向essual KBS发起一个认证请求 并且在认证完成之后获得一个testation token client2使用这个token向租户部署的resource KBS 发起获取资源的请求 主要的执行步骤细节 基本与前面的这个背景调查模式基本一致 这种模式相比于背景调查模式来说 特点在于它比较灵活 首先TE内部的两个client 一个负责attestation 另一个负责资源的获取 而目标资源的服务器也可以是多个 由前面的架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到 除了特定于硬件平台的证据验证之外呢 cocoattestation系统的核心运行原理中 最为核心的是两个policy和一个attestation token 这张图向您展示了policy的验证数据流 和attestation token的一个结构 数据流的话我们从最左边开始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省略了由verify驱动执行的特定于 硬件平台的签名验证和证据的解析过程 首先我们拿到解析后的这个证据的内容 它会与参考值一同输入我们AS中的一个策略引擎 而策略引擎根据attestation策略的配置 会将证据的内容和参考值进行一个比对的验证 并且在验证完成之后输出一份评估报告 然后会将这个评估报告交给token signer token signer的模块会将评估报告和证据的内容一起打包 生成一个JWT格式的一个令牌 并且签名 签名完成之后返回给te中的client 从初中大家可以看到 令牌中包含了JWT JWT格式要求的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算法密钥和过期时间等等 最重要的是payload中的评估报告字段和TCB的一个状态字段 TCB状态字段就是解析并且序列化之后的一个te证据内容 这个testation token的话会在te请求秘密资源 秘密资源数据的时候被我们的resourceKBS接收到 resourceKBS它首先会将这个令牌交给tokenverifier模块 进行验证的有效性的验证 在有效性验证完成之后会解析出令牌 payload中的一些claims字段 会去把它序列化成JSON格式 交给resourceKBS中集成的策略引擎 而这个策略引擎则会根据resourcePolicy 去判断这个token所代表的te 是否有对它目标资源数据的一个访问权限 最终会输出一个allow或者reject 好的 下面的话由Dev成来给大家介绍 ARM CCA平台和CocoAS在ARM CCA平台上的一些最佳实践 谢谢加勒的分享 我今天就是继续这个topic 我们介绍一下ARM在CCA这一块的支持 包括跟CocoAS集成的背后的一些细节 首先看一下ARM的CCA 其实加勒已经介绍了 CCA就是说它以一系列软件的组合 然后来做到这种你系统资源的隔离 然后避免你的用户的数据 包括这个data还有这个code 然后被一些特权软件 比如说你的系统的hypervisor 还有一些物理硬件的engine 所访问 那么ARM就是在这个CCA这个领域 它的发展历程大概就经历了四个阶段 首先就是一个trust zone 那trust zone已经是发展比较完善 而且经历了很多年 然后trust zone呢 主要的大概的一个idea 就是说把这个安全态分成两部分 就是说一个是安全的世界 一个是我一般的normal world 那么所有的这个secure的application 或者secure的service 它都是在这个安全世界里面去运行 那它可以通过也是通过硬件的这样一个支持 然后做到你的这个可以对你的资源的这个隔离的保护 然后防止你机器主机上面的一些操作系统呀 包括你的一些hypervisor都在进行访问 但trust zone的话 它上面的这些跑的这些service呢 它有一个局限 它就是一般是去跟这个系统相关的 跟这个系统开发特定的 像有一些偶活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在里面 那后面的话 大概是ARM V7 引用了这样一个virtualization这个技术 那么virtualization技术的话 一开始它是加入在这个ARM V7上面 那随着trust zone的这个被广泛的应用呢 后面有一个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场景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可信的这些应用呢或者服务呢 它需要去在特定的这样一个kernel上面去 来run或者 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设备 它要去支持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 多种的这样一个 可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话 那它需要就是引入一个 在可信世界里面这样一个虚拟化 那所以这个就引入了这个SEL2的这个虚拟化 那么它其实对这个trust zone 跟virtualization是一个补充它是把这个虚拟化的技术 引入在这个可信世界里面 然后加入一些我们叫SPM 就是Secure Partition Manager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支持 然后做到这一层这样一个feature 然后近几年呢ARM CCA这个概念的提出呢 就是说它是在原有的trust zone技术上的这个 两个安全态 就是安全世界跟不安全世界 或者说这Normal世界之外 它引入了一个叫Realm的世界 还有一个叫Root世界 那Root世界主要是用来在支持 就是不同世界之间的切换 然后那Realm呢就是给我们这个Real 所谓的这个Realm虚拟 它提供一个可执行的安全的这样一个隔离的环境 那这个大概就是说ARM CCA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这张图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个ARM CCA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这边比较重要的就是RM 这个RM这个模块呢它是跑在112层上面 那么它上面主要是把它上面提供的功能解释分寸点 两部分这个功能借口的调用 一部分是IMI 一部分是ISI IMI是相当于是你的Lorm Award里面去对这个Realm 这个Realm进行管理 比如说我创建这个Realm或者我删除这个Realm 那么就通过这个Lorm Award里面去对这个Realm进行管理这样一个接口 那ISI呢是我Realm虚拟跟这个RM之间交互的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们最比较常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通过ISI去拿一个 Realm虚拟里面的一个test-tending report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去调用这个ISI的结果去获取 Root这个世界它现在上面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就是Monitor 它现在是在1123上面去跑的 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Testin这个认证的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首先就是说用户它会提一个请求我要去拿我当前这个guest这个环境上面的一些 你说Evidence也好或者我当前的一些climb也好就是它一些认证的一些信息 那么它需要去给它提供一个客户端的一个challenge 然后把这个东西通过Realm然后转发给RM跟这个platform RM跟platform会去生成一个 把自己相关跟自己相关的一些component相关的一些数据 然后生成然后build成一个attestation report 那么RM主要是生成一个比如说我这个RM初始化的时候 它生成了一些度量值 那么platform它包含了一些人认的信息 比如说我这个platform的identity 包括这个platform它们的生命周期 还有一些可能platform相关的一些component的一些software的一些度量 那么这个打包最后生成一个attestation report 那么这个report呢 我们现在其实是把它是最后是生成了一个叫seable的一个binary 就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编码生成的一个精简的一个解析 那么我们在CCA的这个概念里面讨论就是说 它会作为一个叫CCA的一个token 然后反昂给这个用户 这个CCA的token里面就是包含了当前所有这个realm 包括这个platform上面的所有的一些度量的信息 然后在里面去编码成这样一个binary信息 然后反昂给用户 那么用户把这个东西拿去要进一步处理去check 当前realm这个环境上面是不是一个可信的知识 那么它就需要去进一步地对你这些度量进行教验 这里面就是说有一些很多的战业software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 ARM提供了一个open source的一个软件叫verizon 可以去帮忙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跟coco项目的集成呢 也是依赖于这个verizon做这样的一个 你的report的一些完整性教验 然后一些可信度的一些评估等等这样的工作 都是通过这个verizon来实现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verizon 它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吧 那主要来说就是verizon现在包含了有三个服务 一个就是provision的服务 一个是verification的一个服务 当前这个平台上面一些可信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用户的输入 生成一个cboard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给它输入到我的kvstore里面去 那么当然这里面包含了一部分包含我们就是说 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些可信的一些 我们认为它是trust这样一些度量的一些信息 另外还包含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整个一个cca token上面的一些 用来进行签名的这样一些对应的一些pubteam 然后也同时会输入到后端这个kvstore里面去 认证verification这个service呢 主要就是用来把我现在通过client端输过来这样一个token 这样一个cd token进行解析 那么这个binary我首先要把它解析成一个接测能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名文的形式 但是我可以Ager去跟我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个可信的直径进行比较 那么同时它会对这个cca token的签名进行校验 然后确保它这个token的完整性 那这里面下面就是说这里面会有一些 跟verison trusted service交互的一些模块 一个就是endorsement handle 还有一个evident handle 这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分别是用来支撑这个provision service 跟这个verification service 具体干活的两个子模块 我们现在这个cca呢 现在已经是在coco里面已经集成进去了 然后是在最新的release0.8.0里面 已经可以看到这个cca相关的一些实现 那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主要来说 就是说在这个guest这侧的话 我们加了一个cdial tester 那么跟其他的test driver一样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我们获取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些 评估值或者一些度量信息 那么在cca里面我们说就是会拿一个cca的token 那在attention services这次的话呢 我们加了一个verify 就是用来对你获取的这个度量值 或者说这个cca token 进行具体的评估的这样一个模块 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是把这个token 是通过这个cca的这个 通过这个cca verifier 就是把它转给这个verizont做进一步的一个check 那么verizont会把这个 最后这个生存的评估的这个结果 通过一个eir 就是一个spec follow一个itf的一个spec 这样一个格式的一个json文件 然后给返还给云虎 里面包含了当前这个度量值是否可信 然后它一些launch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们一些之前的一些 传经济的一些meta data的信息 都会包含在里面 嗯 接下来看一下就是那个cca的这个token 也就是说这个evidence 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说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它的一个 我们在encode成一个cboard的一个binary之前 它的一个json的一个名文的形式 估计 还好 看得还好 就是说这里面它主要是包含脸部分 就是一部分就是realm的 一部分就是那个platform的 然后分别就是说realm里面包含的是 跟realm相关的platform 就刚才说的 跟platform相关的一些比如说digest platform identity啊 platform的一些live cycle啊等等 这样一些度量的信息 然后可以写在这个json文件里面 那么它会encode成一个 左边这样一个 这个sible的一个library 那么这个sible library里面它会 嗯 包含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进行签名校验的这样一些pub key 也会encode在这个library里面 具体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coco里面 然后它这两部分工作的一个实现 包括它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additional的一些工作吧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ccn的话 你要去支持的话 必须还是要去打上一些patch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 对这个Ninas 对这个ccn的一个支持的一个patch的一个link 那么这个可能 没有 不是最新的啊 这大概是今年三四月份的一个 一个参考实现 那么现在应该是比较 比较有更新版本的出来 那ccn的driver这一块是 就是需要我们在 需要初始化一个ccn的一个module 那么在这个module里面 我们是相当于创建一个字符设备 然后给它 定一些访问的一些接口 那在我们去拿这个ccn的这个evidence 或者说这个ccn token的时候 需要去通过这个realm这个接口 然后去取这个ccn的token 那么最后这个token呢 它其实是 它是进行签名过后处理的 那么分别是用这个realtestin key 也就是说RIK 跟这个initialtestin key 就是RIK进行签名 然后生成这样一个sible 这样一个binary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这个东西工作是在一个 ARM的一个simulation的一个环境下 就是说这个FAP环境下面 进行验证过 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token的这个verification 所做的事情啊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拿到一个ccn的这个 argent的这个binary 首先要把它解析成一个 我们可以去理解或者是可以去 可以去使用的这样一个 接送的这样一个名文的这个文件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是需要依赖于 两个第三方的一个open source的这样一个project 去做这个token的puzzle的工作 那么解析成一个接送的文件之后 我们要具体做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完整性教验 包括一些可信的一些比较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完整性教验 那么回到刚才那个我们token看一下token 这个token的binary它其实是包含了两部分 上面的是那个realm的下面的是那个platform 那realm里面其实是有一个pubkin 就是realm的pubkin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放在这个encode 在这个reciable的binary里面 那么platform这边它是没有的 但是它是 所以它需要去在对这个platform这个token进行教验的时候呢 它需要去提供一个RIK 就是私钥签名对应的这个公钥 然后对这个platform的token进行签名教验 保证它的完整性 那么我们在确信这个已经是没有被存款过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里面这个challenge 这个challenge其实是把这个realm里面这个pubkin 进行哈希过之后的结果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跟realm里面这个pubkin 它的哈希最后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确保这个realm里面这个pubkin 它也没有被篡改过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realm里面的pubkin 对整个realm的token进行签名的教验 那最后保证这个token它是可信的 而且是没有被篡改过的 OK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性的教验 那最后就是说它这个解析成这个json文件之后呢 那么它会去跟这个最后的后段这个数据库 kvstore里面去Ager去比较 那么以确保这些当前这个解析 解构的这个在里面的这些claims 或者这些evidence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这个digest的值 跟这个kvstore里面的值是一样的 那么就确保这个当前环境里面 它是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那最后一步 其实跟coco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这个policy的enforcement 那也是通过这个OPA的policy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提一下这个cci的token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就是一个rust的版本的这样一个包来做这个cci token的解析 那么现在有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cci token部分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些名文 但是这个东西目前没办法把它直接生成一个接送的文件的一个格式 那我们后面还需要去做这个cci token里面这个client challenging 就是跟用户输入这个challenge或者lance这个比较这个工作 以防止这个重放攻击 对 这一块的话我估计应该很快会被解决掉 对 然后最后打开广告就是说ARM会在今年11月底12月初 然后会举办一个ARM的年度技术大会 欢迎大家到时候参加或者关注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